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苹果与台大生工系教授张增果合作 使用树枝缩石胶囊进行全面检测 只要将缩石胶囊放入合穿七天后回收 马上就能了解七天内合穿状况 树枝就是常常被用上的一个工具 当有水经过它的时候 水里面的重金属就被它抓住 可能百七天就是七天之内发生的事情 大概都会被记录下来 以往工业废水偷排难追查 加上重金属检测费用高 很难阻止不法业者 但树枝缩石胶囊每个不到20元 对于环境监控有重大帮助 一旦有了这个方法 确实地抓到一些非法的排放业者以后 这时候整个产业才能够步上正轨 也就是大家是公平竞争 以前因为我这个没有做废水处 我消价竞争 那真正好的工厂就活不下去 所以在有效的稽查方面 那这个的确是帮了非常非常大的忙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